好 说到这个流行天后 比昂斯的老公被小姨子在电梯暴打的新闻 已经过去两天了 但是依然是全国娱乐媒体的头版头条 对 因为这位小姨子下手真的是有点狠 而比昂斯旁边的冷眼旁观也显得特别的淡 所以大家就要猜了 这一家人到底是什么事 才会有这样一番情境呈现呢 我们也都别猜了 人家一家人发声明了 在此我们想说 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件事 我们依然彼此相爱 而记者却发现 就在这份联合声明发布的前几天 妹妹索兰格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爆出了一段话 虽然被秒删 但是还是被截了图 你打我解 我就打回去 我告诉你 你知道什么 而记者再次回看当天的视频 发现三人从电梯出来后 妹妹和比昂斯上了同一辆车 而JD在保镖的护送下 上了另外一辆车 隔天JD又被目击到 带着自己的小姨子逛珠宝店 似乎想要讨好小姨子 好吧 这一家人的电梯暴力事件 算是陷入罗生门了